说过去家中信奉外道 供奉一些器物等 现在弟子听老法师讲经明白道理 但又恐 请神容易送神难 请问呢 应如何妥善处理这些外道的器物 可以避免促怒鬼神于外道 首先我们要想的 鬼神跟外道他也是众生 他也有佛心 他本来是佛 所以我们要以真诚恭敬心 带他 我们迷了 他也没救 那我们今天明白了 接触到佛法了 希望他也能接触到佛法 供奉外道这些神明 可以供奉在佛像的旁边 请他做佛法神 一同学习 这个好啊 我度了也把这些 过去照顾我的鬼神 我们统统在一起学习 一起得度 至于外道这些经书法无 可以送到这个神 这些神庙里面呢 去戒约 他们要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也不能随便呢 把它丢弃 那个是 不如法的 不恭敬 送到这个神道教的 妙于地面